在中国媒体工作者 为官方说话发声就平安无事 但是如果你离开了党的领导 自行歧视 那就很容易出事 不管你是本国记者 或是外国记者 也不管你是中央记者 还是地方记者 你都必须统一口径和基调 舆论一律要同中央保持一致 若非如此 轻则请你喝茶 重则就得挨打坐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 我们就来看看 在中国当记者是有多么不容易 海涛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社 你好 徐伯 好 在中国当记者真是不容易 如果你不听统一指挥 即便是外国记者 也要遭到厄运 是不是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韩国的两位记者 跟着文在寅总统去访问中国 这大家都知道了 两位一个是韩国的美日经济 另外一个是韩国的韩国日报 两位记者 在在视频里 我们看到一位记者是先被推倒在地 然后另外有十几位在场的 或者是当地的保安人员 把另外一位韩国的美日经济的记者 打倒在地 用脚在他头上踢 那么这个事件呢 就是引起韩国方面相当的强烈的反应 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抗议 就是说我们的人跟着总统 去你们国家访问 怎么遭到这种待遇 那么他们还是外国的记者 一般来说中国人 中国政府 中国警方 中国的官方 对外国记者 还是比较一点客气的 那么但是即使这样 我们也看到韩国的记者遭到的打 那么背后的原因就是 中国和韩国因为萨德问题 而引起的矛盾 那么整体看来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当新闻记者是非常不容易的 抛开你要充当党的喉舌不说 也暂且不论是有偿新闻 或者腐败 新闻腐败等等 只要你被认为是出现 你被认为不听指挥 你可能就要受到厄运 那么全国这个记者人权保护组织 叫国际记者保护委员会 近日就指出说 中国是记者受到最粗暴待遇的国家之一 那么上个星期 总部社在纽约的国际记者保护组织 叫保护记者委员会 他们发表一篇特殊的报告 就特别的报告 在这个特别报告当中 他就把全世界的对待记者的态度 这么个国家给了归了一个类 那么他得出结论说 世界上就是迫害记者 最严重的国家是土耳其 在土耳其有70多名记者 被拘禁关押 那么在中国是第二位 全世界中国是迫害记者第二位 那么中国有41位记者遭到关押 他的这个特殊 上个星期发表这个特殊报告当中 他提到了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前不久刚去世的杨天水 还有一个就提到了四川成都 也是这个华永成都这个黄奇先生 他提到了这么两个例子 说黄奇得了肾病等等 那么他总的一个结论就是说 在全世界不管什么国家 你独裁国家也好 民主国家也好 那么中国是迫害记者最严重的 排在第二位的国家 那么记者显然在中国是一个高危人群了 那么就是不当记者 如果你沾了这个人群 做了记者的事 恐怕灭也不得好的下场 最明显的就是华永的例子 华永就是在那个大兴那一代 做了记者所要做的工作 拍照 摄影 记者一般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把它公布在网上 这就成了华永的一大罪名 你看他后面遭到了这么多 这个曲折的待遇 那么这里头我们就抛开这个 华永这一个 他只是一个艺术家 画家 抛开他一个不说 最近几年我们遇到的 所有的维权律师 基本上都是采取一个 都是做了记者应该做的事 他们已经被剥夺了 上法庭辩护的权利 不给他们延续这个法律执照 他们能做的就是为这个 他们的辩护人发声 接受记者采访 就是刚刚想象的季峰先生 所做的那样 那么很多的维权律师 就被政府列为是死磕律师 然后政府拼命打压他们 你看刚刚去世 前几天刚刚去世 李苏斌先生 他也是60多岁 正是好年纪 结果他因为长期受到打压 结果他得了病去世了 所以从而言 这个所谓的维权律师 他们在中国你要所干的事 归根结底 他们就是干了一个记者所干的事 而政府正是因为他们 你们这些律师 你们不务正业 你们干记者的事 对不起我们要打压你们 所以你看我说的没错 记者是一个高危职业 高危人群 对对对 好的 感谢海涛的观察